她出生在台湾 是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 其实面试是一个相亲的过程 我做一个申请者 我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值不值我投资在这边 那相反的公司也在找这个人 适不适合来我们公司这个文化工作 她还是知心合一的礼仪资深专家 礼仪的核心其实是有三个价值观 是尊重 体谅对方 还有诚恳 她及数十年的面试经验 为求职者打开取胜之门 我需要了解对方能够跟别人相处 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 另外就是这个人 会不会愿意成就别人成功 我觉得人际关系比智商 还有他的能力更重要 本期节目麻省理工学院 中国总面试官蒋佩荣 和你一起分享面试前如何准备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礼仪 那么礼仪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是五千年流传下来一种文化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简单地介绍一下 什么是礼仪 我们讲起礼仪这两个字 可能大家会幻想到奥运小姐 奥运小姐在那边练习她们的姿态 很多很烦躁的一些规矩 然后呢 对现在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用 而且懂礼仪的人 让你觉得很虚伪 所以呢 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个澄清 就是礼仪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就是 礼仪是一个很多规条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以前做礼仪之邦 我们知道很多规矩 但是孔子有讲一句话 就是以所不渝 不识于人 礼仪我想要再走更加的一步 就是爱人为己 你要别人怎么样对待你 你怎么样对待别人 所以这个是 你要主动的去做什么事情 礼仪的核心 其实是有三个价值观 是尊重 体谅对方 还有诚恳 要是缺少了任何的一个部分 礼仪就成为虚伪 让你觉得这个人很假 第二个误区 礼仪是一个过时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现在 中国已经进入 后中国制造时代了 福士康这个自杀事件 也让我们了解 其实80后的孩子们 不愿意像我们父母这一代 埋头苦干 那我们现在在都市里面的工资 也越来越上升了 我们这些年轻人 都想要找一份比较好的工作 那我们拿什么来国际舞台 跟大家竞争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软实力 当我们能够展现出我们中国最独特的一些风范 还有我们能够体谅对方的细心 我们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跟别人不一样 第三个误区 礼仪觉得说是在捧别人 阿语奉承的一件事情 拍马屁 拍马屁 这个是我最敏感的 我是不希望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我接受到最好的招待是在农村里面 有一些爷爷奶奶还是叔叔阿姨们 他们很诚恳地把一年很难得吃的肉拿出来招待我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受尊重 其实礼仪最核心的就是待人如己 所以怎么样对待别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现在在这个软实力很强调的世界里面 我们非常需要多把自己的礼仪提高 因为提高了礼仪就是提高了自己的情商 跟自己做人处事的一些态度和风格 您作为麻省理工的面试官 面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 您觉得在面试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什么样的错误是最不应该发生的 最大的错误 也就是面试的最核心的一个过程 就是不适合 bad fit这个意思 因为其实面试是一个相亲的过程 我做一个申请者 我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我也有我的才华 我也有我的能力 我愿不愿意把我的这么大把的时间 投资在这边 那相反的公司也在找这个人 到底适不适合来我们公司 这个文化工作 所以在这个过程 要是搭不上轨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所以没有什么错跟对 你要看公司跟个人 为什么是一个相亲的过程 我举一个例子 要是有一个学生 他很想要学希腊哲学 他来申请麻省理工学院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者 但是我可能不会花很多时间面试这位人 因为他要来麻省理工学 希腊哲学就对不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双方都需要了解对方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相亲的过程 第一考虑的不是对方有没有钱 有没有房子 年薪是多少 我们是凭那种感觉 很多我们不是说有一个清单说 打勾一二三四条件要一米几 其实有那种条件 但是像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说 我要求我的先生以后要多高多高 但是跟他见面了以后就把那个清单就丢掉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面试的过程 你能够爱上这个公司 面试你这个人也会爱上你 想要为他争取一个入门的机会 北美有很多研究 就是叫做三次的书 当你跟另外一个人见面的前三秒钟 你就会对他定下一个印象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对方见面的前三秒钟 能够留下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你知道吗 整个公司知道公司的秘密 还有一些内容 最多的就是前台招待的人 所以要是你把他们还是保安当成你的朋友 他们说不定会告诉你很多有趣的事情 让你在面试中能够展现出来 那当我们接到这个面试电话的时候 卓妆上应该注意哪些 卓妆这个题目是比较广 因为我们国内有三种就业渠道 是吗 我们有国企 我们有民企 我们有外企 所以比如我要是要进去外企 去面试 我可能要打扮是一种形象 我要是要去国企 我用一个外企的打扮进去 打扮得比我的老板还时尚 还漂亮 这个可能过不了关 着装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让对方的眼球 专注我们的能力 不是我们的身体的任何哪个部分 所以有一些比较明显的 进入这个面试 女士们请不要穿太暴露身体的一些衣服 请不要穿高跟鞋 我指的高跟鞋就是那种 有没有看过 就是那个跟细的你走不很稳 而且要是像我们常常会有地毯啊 还是有什么洞 一卡就很难拔出来 所以尽量避免会让你有尴尬的一些情况的衣服 另外最好不要指甲 修得亮晶晶的 然后很吸引别人的目光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尽量打扮得简单 但是也适合你的风格 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非常外向 性格很开朗的一个女孩子 要进入一个面试的时候 可能尽量避免非常鲜艳 很多颜色的这些衣服 因为这会让她感觉是一个很 比较浮躁的女孩子 这个要是她要面试一个主管的这种工作 可能要穿比较深色的一些衣服 同时要是一个非常内向 然后不大会讲话 这个人 她可能要多穿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 让她不会觉得 一进入这个面试 就马上就消失了这个感觉 另外就是你的体型 我常常说男士 要是你是非常高非常瘦的 最好能够穿双排的西装 不要穿单排的 为什么 单排的会拉长我们的眼界 这样子上下 让你觉得更瘦更细 然后那个分量就减少了 但是你要是穿双排的 会让你觉得比较宽 那要是身体比较肥胖的 尽量避免穿双排的 因为看起来你会更肥更胖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对比 proportion 然后绅士们尽量避免穿白色的袜子 这一类的应该是比较 基本的一些着装的理念 比如说在外企这样的公司 或者和国企这样的公司 有没有一些分别在着装上面 一个很好的建议 你要进去面试的时候 多搜索一些 这个企业里面 他们主管穿的什么样的衣服 那最好不要穿得比他们 还更时尚还是更好 比如说戴一个表 不要挂一个就是劳莱斯 这种很贵重的表 因为对方一看 你的表就比我年型更高 那这样子肯定就是过不了关 所以最好是穿得 跟对方差不多一样 但是不要比对方更好的 所以进入国企 你也需要注意一下 不要穿得过度时尚 还是过度很多名牌的东西 这一类的 要根据公司的文化去穿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不同的职位 在这个着装上面 会有一些差别 这一点是不是 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要是进入了管理阶段 要进入面试最好是正式一点 你宁可越保守越正式 比越时尚越眼花缭乱的更好 要是前台面试 可能你也需要多前台拜访一两次 看看他们的前台的接待的人 是穿什么样的着装 然后按照这个风格去打扮 您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有看到过着装不得体的例子吗 比如说喷了满身体的香水 所以在面试的过程 鼻子很呛 这个是一个需要注意的 另外就是 这个头发 散散的 然后呢 在这个面试的过程 盖着这个脸孔啊 这一类的 让你觉得 这个人可能办事没有什么效率 这些细节 我们通常都会注意到 着装最好是 得体 简洁 不要有皱纹的衣服 另外就是请注意你的配件 要是你穿的一身很整齐 然后你把名片拿出来 名片是破破烂烂的 还是你穿了一双鞋子 好久都没有清理 是脏脏的 还是这个根已经磨破了 这些小细节 当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对方能够注意到 当你打理好 就不会引起注意力 其实着装就是第一印象的 其中的一部分 北美有很多研究 就是叫做 三秒钟 当你跟另外一个人 见面的前三秒钟 你就会对他定下一个印象 所以我们怎么样 能够跟对方见面的前三秒钟 能够留下一个 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包括我们的握手 我们跟对方眼光的接触 还有我们的谈吐 打招呼 还有我们的着装 这些都需要注意 去面试公司的路上 突然发生了堵车这样的情况 我可能会迟到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你绝对需要 趁早要通知对方 因为他们需要安排 他们的时间 我常常比喻就是 要是迟到 等于是在偷对方的时间 所以迟到是一个最开始的 第一步的不尊重 所以怎么样能够做一个 recovery 能够回复 不把你的前三秒的印象 全部都打砸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艺术 所以先打电话去通知 现在堵车有一个事故 通常要是我开始出发的时候 我先会发个短信 通知对方 因为到了路中发生事故 对方会怀疑 这个是多真实的 还是你是做一个借口 到了以后 请尽量节省对方的时间 不要在那边解释 为什么堵车又什么 大了马上就进入面试的情况 因为对方可能时间也不是很丰富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很健忘的一些朋友 可能会突然忘记了地点 或者是忘记了面试的时间 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措辞 来跟对方来沟通呢 我觉得我们又回到 礼仪的三个最基本的价值 尊重 体谅 还有诚恳 要是我跟前台对话 我说我真的很对不起 我今天要来面试 然后丢了地点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帮我一个忙 我觉得任何人听到这种尊重的话语 他也很愿意帮你忙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发生意外的时候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到早了 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公司附近 等一下还是说应该上去 这时间拿捏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 我通常比较喜欢早一点到跟前台的人聊一些天 为什么 你知道吗 整个公司知道公司的秘密还有一些内容 最多的就是前台招待的人 所以要是你把他们还是保安当成你的朋友 他们说不定会告诉你很多有趣的事情 让你在面试中能够展现出来 甚至说不定在午餐的时间 老板还是面试馆进入了这个喝水 跟他们聊起了天的时候 对方对你有很好的感觉的时候 还踢了你一把 所以这个时候早到 我觉得不妨去多认识一些人 跟他们打招呼这一类的 那但是要是对方已经看起来觉得很烦了 很忙碌了 不想要多跟你打招呼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外退 然后坐在那边安静 我也会随身携带一本书 还是这一类的坐在那边静静地等 比如说前台的服务人员也不愿意来接待我 我去等的时候我也没有带书 这个时候拿出手机来看 这个合时宜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时间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 手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玩具 一定要有这个习惯 就是把手机关掉 还是调到震动 还是甚至就留在外面 因为要是你进入一个面试的时候 还是任何商务的场合 手机响了 你又去接 这个是一个对对方很不尊重的一个行为 好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如果你们到达面试地点早的时候 一般你们都会来做什么 中间这位同学 第一个首先去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 第二个如果说还有其他面试者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第三个就是说快到面试了 比如说还有一刻钟 这时候可以平静一下 把一些流程让熟悉一下 然后接下来面对面试观 谢谢 对这些都是很好的对策 另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情放松 这样子你一进去就能够有给对方一个很好的印象 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非常紧张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平复一下自己的心 对 我通常在面试的过程也会见到很多人 甚至进来会全身发抖 因为面试是一个双行道 所以我会花一些时间去安抚对方的情绪 这个是完全OK的 但是你要是进去你很紧张 你可以跟对方说 我很紧张 我相信对方会很体谅你的 当然在前面你要是有充分的时间 想一想笑话 这个也是能够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我们面试的时间都很有限 对不对 所以要是我要花了半个钟头面试你这个人 我要花前面的五分钟到十分钟 来安抚你的心情的时候 我就缺少了这十分钟来更深的一些交流 那平复紧张心情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方法 我会带一些别人肯定我的推荐书 要是我的这个简历上面有提到我的技能 还是我的一些与众不同的能力 那我会出来再重新的复习 在复习我自己的优点的时候 也给我自己添加了一些信心 在这个等待面试这个部分 哪几点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哪些点是不应该去做的 我觉得等待这个也是一个一门课 最好我们要估计早到十五到半个钟头 为什么 我们现在北京 尤其是大都市的交通 很难预料什么时候能够准时到 所以我们宁愿多预算一些时间 要早一点 也不要有这个迟到的可能 第二就是去的时候 请注意 你跟公司的每一个人相处 都是你留下的一张名片 我常常会在面试的时候看到 面试者对保安 还是对前台的人不客气 还是不尊重 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扣分 为什么 我看到的是你这个整个人 你的做人处事 你对待跟每一个人的接待 要是你不善待你公司的每一个人的话 那在我的印象里面 我会打一个问号 你在我面前摆设的是 你最真实的自己 还是一个很虚伪 想要让我看见的一个自己 美国一个500强的一个CEO 他每一次要面试下面的主管的时候 他都会带他去餐厅 然后去观察他跟这个服务员的 这个互动是怎么样 要是对方非常尊重服务员 就会有录取的可能 要是对方对服务员讲话刻薄 还是不尊重 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录取这个工作 其实我们要录取一个人 这个相亲的过程也是一样 这个人会怎么样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 也会影响他以后会怎么样对待我 因为我们相处的关系 不只是面试这一刻 我们是要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 所以最好是展示一个最真实 最好的一个自己 最好的一个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